HELLO 大家好 又到YY新成語动画狼的时间 今天想跟大家讲成語的三个 非常简单易明 三个都是讲很容易的意思 很容易的成語大家可能听过很多 包括二如反掌 大家听过了 二如反掌动作可以做给大家 反过掌 很简单、很容易 第二个就是垂手可得 都是很简单 放在手就得到 简单 形容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两个成語在外面上网找 所有东西的时候 好像很接近 但是仔细没有分别 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你问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成語的质重点分别在哪 都是很简单 因为你反过手板还是放下的手 都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跟着的字 垂手可得的意思是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刚才看到二如反掌 是形容那件事 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很容易 很简单做到 用例子和大家做句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清晰了解的了 举个例子 他要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这个职位对他来说 他要得到他的 职位是得到的 所以他要得到这个职位 他要升这个官 做这个经理 其实对他来说是随手可得的 这个职位随手可得 但是如果我们说 对于这个活动 这个比赛 这个项目 对他来说 就是二如反掌 因为他不是得到一个比赛的 只是说他的能力很容易处理 所以我们会用二如反掌 所以两个成员有些质重点 第三个就会深一点点的 就叫信手黏来 信手黏来这个字 虽然都是说不费吹灰之力 就是好像 随随随随便拿到 我们叫信手黏来 但我们用的时候 很特定用在文章造句上面 他有很多不同的词词 他用词很流利 他的素材很多 我们说他写文的时候 其实真的 写文很容易 如如得水 信手黏来 用到很多不同的词汇 通常这个成语 是说不费吹灰之力 但多数都是说 写文章造句那里 所以三个成员 虽然都是说 简单 很容易做到 但质重点 都有深微的分别 尤其是头两个 很小微 但大家考试用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 今天这集到这里 拜拜